小明的台湾之旅二 今天是小明台湾之旅的第二天 他一大早六点起床 先到饭店附近的早餐店 享用当地的台式早餐 小明在早餐店点了一份蛋饼和一杯豆浆 吃完早餐以后 小明搭捷运去台北象山践行 象山就在象山捷运站附近 走路不到十分钟就能到 小明在象山遇到了一些跟他一样来台湾旅行的外国人 他们一起在象山践行聊天 践行结束以后 小明走回捷运站做捷运 他今天的第二个行程是到台北101上面看夜景 到台北101超级方便 因为台北101就在捷运台北101站 出捷运站就能到 小明买了票就直接搭电梯到101的顶楼看风景 在台北101的顶楼往下看风景非常漂亮 参观完台北101以后 差不多是晚餐时间 小明决定到一楼去顶太风吃小笼包 这是小明第一次吃到小笼包 他觉得非常好吃 小明非常满足地回到饭店 并且很高兴地期待明天的行程 未完待续 再听一次 小明的台湾之旅二 今天是小明台湾之旅的第二天 他一大早六点起床 先到饭店附近的早餐店 享用当地的台式早餐 小明在早餐店点了一份蛋饼和一杯豆浆 吃完早餐以后 小明搭捷运去台北向山践行 向山就在向山捷运站附近 走路不到十分钟就能到 小明在向山遇到了一些 跟他一样来台湾旅行的外国人 他们一起在向山践行聊天 践行结束以后 小明走回捷运站做捷运 他今天的第二个行程 是到台北101上面看夜景 到台北101超级方便 因为台北101就在捷运台北101站 出捷运站就能到 小明买了票就直接搭电梯到101的顶楼看风景 在台北101的顶楼 往下看风景非常漂亮 参观完台北101以后 在明天的行程 未完待续 再听一次 今天是小明的台北101的顶标 小明的台湾之旅 吃完早餐 小明搭捷运去台北向山践行 向山就在向山捷运站附近 走路不到10分钟就能到 小明搭捷运去台湾 小明在向山 遇到了一些跟他一样来台湾旅行的外国人 他们一起在向山践行聊天 践行结束以后 小明走回捷运站坐捷运 他今天的第二个行程 是到台北101上面看夜景 到台北101超级方便 因为台北101就在捷运台北101站 出捷运站就能到 小明买了票 就直接搭电梯到101的顶楼看风景 在台北101的顶楼 往下看风景 非常漂亮 参观完台北101以后 差不多是晚餐时间 小明决定到一楼去顶太风 吃小笼包 这是小明第一次吃到小笼包 他觉得非常好吃 小明非常满足地回到饭店 并且很高兴地期待明天的行程 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